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期阿浪就带大家深入其中解密探索 揭开一代宗师传奇背后的神秘面纱 董海川年少及世后习武 对武术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 据记载 他的腾兄董县也是个武林高手 两人从小关系亲密 形影不离 他向腾兄学习武技 常往来雄县与文安县与武会友 成年后的董海春身材魁梧 毕长手大 屡历过人 因为天生一副狭义心肠 好打抱不平 经常帮弱者出头 得罪当地恶霸 后来失手误伤人命 未必或远走他乡 开始了历时13年闯荡江湖的生涯 在此期间 董海川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从中原到淮南 从吴越到巴蜀 每到一处 都拜访当地的隐士 和武林高手切磋记忆 大大提升了武学修为和实战经验 他在安徽九华山和云盘老祖学武八年 学会了八亿函数长法 步法 单列 及徒手器械 后来根据《易经》中 杨瑶和阴瑶相配合的毅力 以八卦代表天 地 水 火 雷 山 风 泽 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64卦 结合自身早年所学武技 以及北派全书中 藩子门拳和南风道教的 转天尊等拳招出八卦照 十多年的游历生涯 不断增长了健文 完善了武学修为的体系 对董海川性格的养成 和意志品质的磨练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等到年近40的他回到家乡时 已经一改从前的刚烈性格 俨然从一个任性厚勇的少年斗士 成长为成熟稳重的武学高人 相传董海川回到家乡数年后 曾经隐姓埋名前往京师 在苏王府当了一名太监 由于处事小心谨慎 安分守紧 这个低调大书并没有引起 王府上下的重视 但俗话说是金字总会发光 属于董海川人生的高光时刻 很快就到了 有一天 王府答应宾客 高鹏满座 宿王命护院总管杀回回 为大家言武助兴 现场环境嘈杂 人群饶嚷 董海川刚好凤茶路过 见茶水送不过去 一急之下 手托茶盘纵失夜上大殿 在宾客朱前飘落 近无声息 滴水未洒 这手类似于武当踢云纵的轻弓 立刻震惊全场 宿王和宾客们都要求他再实身手 于是董海川又施展起八卦掌法 似行云如流水 脚步生风 时而翻身如雄鹰 时而转身如破猴 时而跃起如草叶 变化万端 忽然一个提气腾空 清零跃起数尺之高 如旋风旋转而下 落地无声 在场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如果说端茶这次只是 董海川在宿王府的小式牛刀 出炉争容 那么真正让他名扬天下的 是他和中国近代武术史上 另一位大宗师 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 杨露晨的巅峰对决 两人交手的详细经过 目前已不合口证 但其中的曲折纯旗 早已众说分云 演绎出无数个版本 堪比近代版的《化身轮件》 这场宗师对决不但被太极和八卦 两拍后人当成佳话 广为传授 也为现代武侠小说 以及影师剧创作 提供了非常好的灵感和素材 剧传董海川在宿王府当下人时 有次杨露晨受邀前来 和宿王手下的一众武师 鄙视武艺 杨露晨创立的太极拳 已是传统武术中 三大内加拳之一 武功登峰造极 曾当中表演 掌中却不飞的神功 内力修为出神入化 打遍京城武敌手 后称杨武敌 王府的武师 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人咬马翻 其场面就和叶问报 打香港群师的情节差不多 其中一个还像罗师傅一样 被打飞了出去 挂在袁网之上 这时董海川正好 手托菜盘经过 一个纵身同月 把武师从袁网上轻轻就起 众人一看 忍不住大声喝彩 杨露晨一见之下 也激发了许武人的斗志 当即提出想和董海川切磋 董公本想拒绝 但形势已经不允许他再低调 于是两人各自使出 平生绝血 当助比试 用说出的话来讲 这正是棋逢对手 降与良才 一个是太极高手 一个是八卦宗师 在庄上你来我去 如蝴蝶翻飞 似流星划过 时而急风骤雨 令人眼花流乱 时而风吹漫浪 朝时变化 层层叠叠 看得众人如痴如醉 打到最后双方已平局收场 互相都有了 惺惺相惜的感觉 杨露禅后来评价说 自己要胜董海川很难 对他的武功佩服之质 虽然在那个年代 虚武之人喜欢互吹互捧 轻易不砸人招牌 但董海川当时 只是一个王府下人 并未开馆收徒 能够得到成名后的杨露禅 如此高评价 足以说明 他的功夫货真价实 已经折服了太极宗师 正所谓君子处事 如追寵囊中 只待时机便能脱颖而出 和杨露禅的巅峰之战后 东海川名声大噪 慕名而来者不计其数 有想败师的 有想找他切磋的 还有两者都是的 东海川不胜其绕 大呼 你们一起上吧 以一人之力力战取穷 留下了车轮战的逆天战绩 八卦掌石镇战绩惊人 来投奔的门声徒众越来越多 其中步伐达官显贵 后来东海川干脆辞去柴市 回乡开馆授徒 在他的土地里 有些人是代艺徒师 有不同程度和类别的武术基础 比如尹芙 马维奇 史基洞 程延华等人 东老师因材施教 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点 分别开小灶 点对点教学 渐渐地形成了八卦掌的各大流派 这些人后来学有所成 都成为宗师级人物 为这门全数的推广 做出了贡献 时至今日 八卦掌历经数代流传 已经成为传武一大门派 香火鼎盛 董海川生于清 嘉庆年间 足于光绪年间 其整个人生历程 正是清朝大厦江青 风雨飘摇的阶段 由于年代久远 时局动荡 他的许多生平世纪 已经被尘封 我们只能依照 为数不多的史料揣摩复坏 对他的光辉成就 和崇高人格报以敬意 身不能治 心向往之 然而历史迷雾之下 始终有一点疑问 含糊不清 那就是身负盖世武功的大宗师 为何要屈身忍辱 净身成为一名太监 去王府打杂 在任何时代 公刑对一个男人来说 都是极大的耻辱 不但要遭受身心的巨大创伤 还要面对世人的嘲笑 和异样目光 如果背后没有特殊的原因 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对于董海川当太监的说法 曾经有人指为谣传 但依据他木志明上名门记载 净身的说法应该比较可靠 董海川的木志明是他的门生所赚 在尊师重道的年代 如果不是实有其事 不可能这样侮辱诋毁自己的先祖 那么堂堂八卦长的开身祖师 究竟为何去当太监 也就成为了近代武术史上 一桌迷案 其中的缘由 目前流传下来的大概有四种说法 下面阿浪就对这四种说法一一分析 解开迷案的同时 也为这位武林英雄的人格之光 以正视听 一 嘉贫谋生说 在旧社会 贫苦人家生活困难 养不活自己的孩子 把女孩卖给大户人家做丫鬟 男孩净身去当太监 确实是常有的事 但这种说法可信度太低 根据记载 董海川虽然小时候家境贫寒 但他净身当太监的时间点是在中年 也就是结束游历生涯回到家乡之后 不要说身负绝世武功 就算普普通通绑大腰圆的庄家汉 凭体力混个三餐一宿 相信也不是难事 为了谋生去如此作践自己 情理尚说不通 如果要贪图侯门的安稳舒适 不可能闯荡江湖 风餐露宿13年后再去净身 刚从家乡逃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去了 二 练功需要说 据八卦掌名宿刘云乔说 八卦掌的走迁要加当 经常摩擦肾囊 加上掌法内修以练经入手 年轻人容易愈吼分身 因此董工有可能为了更好的练武 追求更高的武学境界而下决心自宫 这种说法就更扯了 八卦掌不是葵花宝典 预练神功必先自宫的理论 只是武侠小说的隐意 在科学上是毫无根据的 传统武术中也没有任何一个权种 有净身后练功更方便的说法 如果修炼八卦掌还有这种门道 恐怕早就被当成邪功 禁止传播了 不可能流传得这么广 三 免罪避祸说 据史记洞的弟子福元尚允说 董海川原为江阳大盗 背负了太多结案 后来又打抱不平杀了朝廷命官 官府追捕甚及才无奈自攻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 但也经不起推敲 晚清实际动荡 朝钢混乱 各地州府被此起彼伏的民变 弄得焦头烂额 应急不暇 当时又没有天眼系统 人脸识别或者指纹数据库这种高科技 也没有跨去协同搜捕这种高效率 只要不是谋反 一般是很难被全国通缉的 董海川武艺高强 如果要避祸 远走高飞或者落草为寇 才是更合理的选择 跑到京城天子脚下当太监 不但不体面 而且也不安全 如果罪行不重 净身就得不偿失 还有可能被皇宫拒之门外 面临私自净身的处罚 如果罪行重 当太监也没用 毕竟割一刀就敌几条人命的事 在哪个朝代都说不过去 最重要的是 董海川为人极侠好意 年少时还经常打抱不平 甚至因此背负人命 很有梁山好汉的风格 正按一个清末版武松 因为贪生怕死去当太监 从个人品行的角度来说 显然是荒谬的 四 义军卧底说 据八广长明家李子明先生的说法 董海川一城后 投身太平天国 因身负使命入京 拖在清廷总管内务府当差的朋友宝炬 打算晋身后混到皇宫里去刺杀皇帝 不想因为十六英气 被外派到了肃王府当差 这种说法在阿浪看来 应该最贴近历史真实 首先从时间节点上看 董海川游历期间 正好赶上洪秀全在两广一带 沉拨拜上地窖 在一城回乡途中 接触点革命思想的洗礼 完全有可能 其次 根据其木志明记载 董海川回乡后时常外出数日 家人不知何谓 问言访友 行踪诡异的状态持续了数年 才走上静身之路 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必有内情 这个时候今天起爆发 太平天国在南风辛苦燎原 一方面和组织紧密联络 一方面忍辱负重 背负任务打入敌人内部当卧底 逻辑上很通顺 至于后来进攻不成 革命失败 在肃王府隐姓埋名 了此残生 很符合英雄耻木 归老田园的剧情 在阿浪看来 董海川背后的组织 倒不一定是太平天国 在时间上 更有可能是白连教或者天理教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忍人所不忍 正是因为所谋者大 只有行刺满清 这种轰轰烈烈的壮举 才配得上一代宗师的人设 才值得一位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 挥刀自残 当然 以上观点都只是一家之言的推测 并没有确凿证据 有所偏重的推理倾向 正是源于我们心中 对近代传武大师的敬重 在现代搏迹 横行天下的今天 传统武术在列台上举步伪艰 屡屡受挫 究其原因 是我们民族文化内核里 中庸思想的毒害 和善武精神的缺失 导致后世子孙 数典望宗 暴残首缺 不能对传统武学 去出存经 与时俱进 阿浪相信 只要解放思想 着眼长远 引入科学的训练和比赛制度 船武一定有在列台上 扬眉吐气的一天 对骨丝巾只能徒天赶伤 以实际行动将国术发扬光大 才是对先贤最好的怀念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